大家好,我是景臣 在苏州湖江七都镇一个村子里面 有一座桥叫广福桥 它这个桥600多年历史一共是 然后它的特点是一桥跨两省 东兔是江苏省 到了西兔就是浙江省了 然后它的拱旋 桥的拱旋的制作 也是非常非常少见的这种做法 今天过来找一找了 但是还没有找到 出了点小问题 这里是太湖大堤 这个太湖的水 因为今年这个发大水 这个太湖的水涨了好多 这个广福桥呢 就在太湖大堤的附近 我现在很担心 这个桥是不是被水给淹掉了 出了点什么小问题呢 因为这个村子啊 它合并的关系 自然村跟行政村 合并之后跟合并之前不一样 所以走了一点弯路 现在沿着这个村民 给我指点的路继续走 右侧就是太湖大堤了 这个水真的大呀 今年这个水呀 沿着太湖大堤 我无形当中出省了 走路浙江了 这个方向走反了 又得走回来了 应该是在这个界备 再往南边 就再往这个方向走就是了 这边呢 还是太湖啊 这个一不小心浙江 一不小心江苏啊 这里是 继续 在省界这里啊 这位卖水果的大哥 告诉我了 他家 你家就在那个广福桥的边上 是吧 是吧 他告诉我位置了 谢谢谢谢 这个在七都啊 七都太湖大堤 省界这里这个水果摊 很好找的 下次大家来探访这座桥 来买点水果吃吃 谢谢了 再见了啊 再见再见 好 我右前方的似乎就是广福桥 我看过照片的 那位大哥 看我在省界 来来回回折腾了几趟 他问我要找啥 我就说要找他 感谢他 再次感谢 他说的是对的 哇 这个桥就是广福桥 我看过很多次照片了 终于找到了 这个应该是文宝碑 是的是的 它是省级文宝单位 广福桥 桥梁的名字 这个桥呢 它始建于原代 至这个年间 600多年历史 但是我们现在看到的 这座桥呢 它挺有意思的 它是明天起原年 就是1621年的时候 由浙江和江苏 两地的这个人民啊 群众 捐资造的 我手指的这个方向呢 是桥的西兔 这个是属于浙江之里 湖州之里 那么这里呢 就是我们苏州无疆的七都 95个人 95个人捐了 99两四千 造的这座桥 很有意思 天起到现在算起来 天起原 到现在 399年啊 400年差一年 400年历史 这座桥 广福桥地处 荒郊野外 确实不怎么好找 它的金刚墙 和拱旋部分呢 皆为侵蚀 应该是明天起 年间重建 就是400年前 重建时候的构建 但是它的银莲石 大家看银莲石 和这个鸭岩石啊 都是五康石 应该是元代 至这年间的构建 它的桥面呢 它是三折的 三折成三折弧形的 很漂亮啊 总长度应该是 17米多一点 桥额上面有广幅二字 看到没有大家 但是这两个字啊 隔得非常的开 这个是非常少见的 它这个桥名 为什么隔这么开呢 现在我们来走一下 广幅桥 我是从西兔走到东兔的 就是从浙江走到江苏啊 中间的这个石头呢 都是金山石了 但是两侧的鸭岩石啊 就是镜头当中鸭岩石 它是武康石啊 宋元时期造桥 多用这种石头啊 成褐紫色 紫气洞来 马孔是它的特点啊 摩擦力非常的好 中间的这块鸭岩石 真的非常大呀 这一块 我想再给大家看一下 这块鸭岩石啊 哇 这个体量真大 而且是有弧度的 非常好 弧度非常的漂亮 那么我已经在江苏了 现在 现在我又走回浙江了 又走回浙江了 这是一个借桥 现在走下去 去看看金刚墙和它的拱炫啊 它的拱炫是非常有特点的 下来要注意安全 这个太湖水位暴涨 这里还好啊 这个水位还好啊 看起来 广富桥的银链石上呢 它没有银链的 但是有雕刻 基本上雕刻的都是莲花 就是荷花 佛教当中八吉祥的图案 有这个尖角嫩叶 也有含苞带放的 这个是尖角嫩叶的 这个上面也有刻的 但是看不清了已经啊 富桥的拱炫 是独一无二的 话不能说的这么大吧 非常少见 它是什么意思呢 它这个拱炫是分结并列 和纵帘分结并列 相混合的两种手法在一起 什么叫做分结并列呢 就是上下炫石啊 就是上下炫石呢 它是错缝的 它不仅是错缝 而且是纵帘的 什么意思呢 就是它中间还加了这个龙金石 明代以前呢 都是分结并列的 但是清代开始呢 差不多就是都是纵帘分结并列 它这个桥的拱炫呢 两种都用 说明什么呢 它是过渡的 就是明代相清代过渡的 非常非常少见 做得很不错 这两种拱炫的制作方法 合二为一呢 既美观又牢固啊 这个不错啊 这个它还有啊 大家看啊 中间一块炫石呢 莲花做刻了 一朵非常大的莲花 这是它的特点 然后这个 这里有刻字的 当然我没有传过不去看 这个是镜头当中的是东兔 东兔呢 它这个刻的呢 应该是当时 无疆县人民 谁谁谁捐钱 谁谁谁捐钱的功德 把它给刻在这个位置了 那么 我们反过来 等一下我过去看一下 这个地方也有刻的啊 我们走过去 我现在已经来到了东兔了 我们现在看西兔的拱炫 看到没有 它也有一个这个莲花座 莲花宝座 雕刻的非常精美啊 然后莲花 它这个功德碑呢 它不是在边上的 它是在莲花宝座的上面 看到了吧 这个就是浙江人民 浙江人捐钱的 天启元年嘛 四百年前 谁谁谁捐钱 谁谁谁捐钱的功德碑 这个有意思 浙江人捐的功德 要写在浙江的地界上面 这个是西兔 江苏人捐的功德 要写在江苏的地界上面 这是东兔 四百年前 由江浙人民 共同出资打造的 广福桥啊 我们已经看完了 这个叫一桥跨两省啊 名副其实啊 据一位网友的资料上讲呢 在它中间的桥 拱炫石中间的 这块龙门石下面呢 就是桥新石呢 刻有皇帝万万岁的滋养 但是我没有传啊 看不到 留点遗憾 下次来看啊 今天的探访就到这里了 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